它們有超級精準的控溫系統 最多可以高達13段控溫 而且我發現它在出水同時 在後面的水箱也有在進行抑菌的動作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並且看到最後喔 安安 哲哲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我旁邊這台美美的飲水機 它是美國OASIS濾鏡飲水機 飲水機就是一個家家戶戶都必備的東西 因於每個人家裡不一樣的人數啊 不一樣的使用情境 使用需求 所以飲水機就推出了非常多種款式 今天要介紹這台OASIS呢 它主打的第一個特色就是它時尚小巧的外觀 我覺得它的外觀跟市面上常見到的那一些飲水機 確實有點不一樣 機子的邊緣它都是做圓角的設計 不像一般四四方方的比較死板 然後前面這邊還用了一圈銀色的裝飾條 我覺得讓它整個更有設計感 然後更跳出來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接水的盤 也是圓形然後小巧我覺得很可愛 整體都給人感覺很輕盈不笨重的感覺 它的飲水機的重量也真的很輕 比常見的飲水機都輕蠻多的 它只有不到四公斤的重量 所以尤其如果家裡空間比較小 或是你是租屋組比較有可能會要常常搬動你的飲水機的話 這一台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一台呢 它就是等於同時集結了你家裡放綠水壺 然後放熱水器 或是你也不用置冰了 因為它可以瞬間伸出冷水來喝 就等於把三個功能集結在這小小的一台裡面 所以非常的省空間 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它這台的制冷技術 它們採用的是半導體制冷技術 它裡面有一個0.5L的冰膽制冷 所以你就可以隨時想喝冰水就有冰水 然後在熱水的部分 它們是採用吸土厚膜加熱 所以可以均勻的受熱之外 你需要熱水的時候它才燒熱水 你可以現燒現喝 不用擔心你的水在裡面重新煮沸了好幾遍 接著我們把飲水機轉過來看一下它的側面 以及後面 在後面的這邊就是它的水箱 這台設計一樣是免裝水線的 你只要把水裝到水箱裡面 就可以濾水然後就可以直接喝 然後它的水箱有做一個提板的設計 所以你也可以提這水箱直接去裝水 就很方便 接下來 飲水機大家最在乎的一定就是水質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水箱中間這邊 這顆就是它們獨家的五重安全濾心 有了這一顆五重安全濾心之後呢 水中常見的一些濾氣或是雜質或是化學藥劑 所以都可以被這一顆濾心濾出以外呢 也更不容易有水垢的產生 水箱的容量是3.5升 你家人沒有太多的話是非常夠用的尺寸 除此之外它有一個特別安心的設計 如果你放在水箱裡面比較久 然後你還沒有喝完的話 你可能會擔心說 會不會裡面又有資深了一些細菌 那他們Oasis有一個獨家的UVC液菌系統 它就是在水箱的底部那邊有獨家的UVC光照 所以可以去做液菌的功能 就不用擔心說就是水放在裡面很久 還沒有喝完會不會又沒有那麼乾淨了 接下來Oasis還有一個領先業界的功能 就是它們有超級精準的控溫系統 最多可以高達13段控溫 沒錯13段 你想要泡什麼飲品就是應有盡有 它就是從冰水然後室溫水 45度泡奶然後50 55 60 65 一路到煮沸水 就是熱水泡泡麵 全部都有 實在上面溫控真的是 第一次聽到這麼多的 我們打開就是面板給大家看一下它所有的功能 開機 它這邊有安全的銅鎖 就是怕小朋友誤觸的設計 我們先把它解開 我是覺得真的這個設計算滿時尚滿可愛的 然後這個旋鈕也滿有設計感的 有一些復古咖啡廳感覺滿常看到這種 對 然後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直接看到你現在是要喝什麼溫度 然後在下方有一個小小的杯子的圖案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它調水量的部分 那它預設有三種水量這個是150 250 然後350 那如果都沒有顯示就是無限出水量 然後上面有預設的泡奶的溫度 然後或是它預設的常溫水 那室溫就是22度 然後以及熱水功能跟瞬間制冷的冰水 出水口的高度也是特別設計成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比較長的杯子也可以輕鬆的放進去 就不會卡住 那我們就來把水加到水箱裡面吧 濾水的速度滿快的 好 我們來試試看冰水功能吧 打開 然後冰水 出水 太多老人家喝不了很多冰水 獲得了一杯冰水 真的是冰的嗎 我喝喝看 是冰的 是那種冰箱裡拿出來的水的感覺 它不是那種一喝就冰到好像超多冰塊的那種 你會想喝冰水的時候你就是很熱嘛 就是夏天很熱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一下一口罐太多那種太冰的話 也可能會頭痛 我覺得這個冰度剛剛好 下一個來喝喝看 室溫的水 解鎖 然後常溫 20度 然後這次我來定量好了 我倒個最少的 150ml 可以看到出水的時候 這個UVC抑菌功能 就亮起來了 常溫水 我覺得是有點 室溫偏涼涼的水 應該就差不多是它說的20度 哇 最新的災情 這間地下室有被惡魔詛咒 超嚴重 天啊 台箱子為什麼現在沒有在工作呢 被詛咒了 你看 這兩根的中間原本是我們的攝影棚 全所未見的白海 今天水完第一拍了 喝完冷水和熱水之後呢 我們攝影棚就突然水管爆掉了 出事了 OK 水管就突然爆掉了 於是我們昨天就緊急停止拍攝 然後經過一夜搶修我們又復原了 繼續為大家開箱Oasis濾鏡飲水機 Yeah 剛才有提過Oasis有超強業界最多段的精準溫控 所以它總共有13段溫控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用它的這個精準溫控 來泡一杯85度的奶茶 打開鎖 然後來調溫度 調到85度 那泡茶跟泡咖啡 通常都是可以用85度來泡 那我們就手動 把那個小杯子圖示都關掉之後 就是手動了 好 出水 超級快 因為你選好溫度之後 根本不用等你按下去 它就會直接出來你要的那個溫度 我直接忘記我是手動 我們讓那個奶茶泡一下 我們等到奶茶的時候 順便來泡個泡麵 時間管理大師 one or one 不要太辣 我們加半包就好 打開我們的銅鎖 打開我們的銅鎖 按熱水 然後水量 我們來個200 它是250 而且我發現它在出水的時候就是 後面的那個UVC 殺菌的燈不是會亮嗎 它上面也會提示你 你看多了一個UV的那個顯示 就是在出水同時 然後面的水箱也有在進行抑菌的動作 好 我們的奶茶泡好了 來喝喝看水溫85度C的奶茶 好喝可以 這個溫度 泡茶 泡咖啡 就是熱的剛剛好 不會燙到嘴巴 但是又夠熱 接著我們來吃泡麵 剛才用這個 直接出95度C的熱水 泡的泡麵 香 香香香 韓式的味道 好辣 鼻子好辣 大家有沒有聞到 而且整個大冒煙 這溫度很足夠 就你一按然後它就立刻可以出95度C的熱水 而且它的熱水是你按了之後才燒 就是裡面的水不會被重複的阻廢 來吃一口泡麵 好辣 好辣 而且好好洗為什麼 85度C跟95度C才加10度 可是就是差那麼多 我覺得好大 好吃 和泡麵讚 那以上就是我們開箱Oasis濾鏡飲水機的過程啦 總結來說我覺得這台飲水機 就是它各個功能都非常的實用 比如說就是有超多段13段的這個溫控 然後也有預設三種水量啊 如果是比較擔心就是水箱裡面的水 會被重複煮沸的人 就這台也有特別針對這個做處理 所有的熱水跟冷水都是你按了之後 它才立即去做處理 所以你的熱水或是冷水都是新鮮的 就不用單純喝到重複煮沸的 水箱裡面有獨家的UVC抑菌功能 真的特別在意就是水箱裡面水的衛生的人 也不用擔心 水箱裡面的水會經過他們的 UVC光來進行抑菌的動作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飲水機 有時候你不只是擺在家裡 你有可能擺在辦公室 所以可能會有客人來 或是要符合整體的這個 居家裝潢氛圍就很重要 然後這台的外型也是算非常好看的 有興趣看更多OASIS濾鏡飲水機的人 可以到底下的計畫連結去看看喔 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今天一樣有抽獎時間 我們要直接抽出一台飲水機 以及三顆一組的濾芯喔 那抽獎辦法跟平常一樣 先訂閱我們嘖嘖開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這一台你想要擺在哪裡用啊 最後記得一定要hashtag 嘖嘖開箱喔 順便再助我們以後拍攝順順利利啦 拜拜 開箱君跟我最近開了自己的粉專 跟Instagram從這裡去 這裡去 想要看我們開更多的東西 或是看我發一些無聊的生活小動態的話 快點去快點去